中国人真的都站起来了吗 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人主动强调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了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就在最近这两天 中国的一家航班在起飞前突然临时宣布取消 并没有安排乘客做后续的处置 那在场的乘客就全部选择下跪进行维权 这个画面也是相当的暖心 中国人总是强调自己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了 那在这样一个法治的国家 你干嘛不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选择用下跪的方式去博取别人的同情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从祖国传来的暖心画面 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暖心的备份的画面呢 也是我们的中国粉丝提供给我们的 那当时也截图了一些留言的画面 这些留言呢也是相当的暖心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网友对此的一些看法 其中有中国网友评论说 起飞前五分钟才通知 虽然大家都很生气 但是仔细想想 这么突然 这么临时 说明飞机发现了重大故障 或者飞机没油了 也有可能天上有不明飞行物 所以才没有提前通知 这是为了保护大家 大家应该理解一下吧 你看这些中国人的想法真的是天马行宫啊 真的是大作文章 居心捧刺 他说这个飞机突然取消了 而是说临时发现了重大故障 我不知道是什么重大的故障 在临时起飞前突然全部取消 那你之前都是不用检查的吗 而且还说什么 呃有可能天上有UFO不明飞行物 然后又说什么飞机可能没油了 你飞机天天起飞 你不会事先加油吗 他在临时要起飞之前 哎一分钟之前 哎我们飞机没油了 啊取消取消 这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不会这么蠢 这中国网友也是太蠢了吧 还说飞机临时取消 有可能是为了保护大家的性命安全 哎真的是 洗地洗的真的很难堪 那还有其他的网友说 可能冥冥之中保护了你一条命 去年东航事故都很有可能是美国弄下来的 今年估计又想弄下来一架飞机 结果被我们聪明的地勤人员发现了 才及时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挽救了大家的性命 你看都在洗地啊 你没有坐那架飞机你不是受害者 你为什么要替那些航空公司去洗地 航空公司又没有给你薪水 为什么要替他们洗地 还是说这些都是水军 还是说大家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维护国家的形象 当你们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你们膝盖要硬起来 才是维护国家的形象 不要到时候啊 你们遇到了这种事 也要跪下去 你们跪下去的那一刻 才是破坏国家形象 所以现在你们说要维护国家形象 替国家洗地 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受害者 站着说话不腰疼知道吗 那还有其他网友说 支持大家维权 这种时候迫不得已下跪 也是维护自己权益和尊严的权利 那你维护尊严和权利的方式 那真的有点有点暖心 所以他认为下跪是正常的 因为这是迫不得已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当你跪下去的那一刻 你就没有了尊严 而且你是受害者 你给别人去下跪 还说这也是维护权利的方式 真的好可悲啊 难怪强国人 政府在剥削你的时候 不发心血的时候 剥削你们权利的时候 你们去政府大楼面前 不是进去要抗议什么的 而是在政府大楼面前下跪 这也只有我们伟大的祖国 才能看得到的 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暖心的画面 那还有其他的网友留言说 大家先不要笑 我也支持他们下跪维权 因为上次我妈坐火车 没买到车票 因为有急事 后来给工作人员下跪了 工作人员不好意思 在键盘上敲了两下 就有了战票 所以火车站买不到票 下跪清测有效 这种事我相信很多大陆朋友都有遇到 确实你在一些火车站买不到票的时候 这个呢 以前我在中国坐火车的时候 还真的有遇到 在一些买车票的地方 看到一些人下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下跪 当然不是很常见了 但是也有遇到过这种状况 那还有其他网友说 理解大家下跪的心情 起飞前突然无理由取消 是谁都无法接受 相信如果是我们遇到 也会无奈选择下跪 这不是向商家低头 而是表达抗议 你表达抗议的方式真的很暖心 你这下跪叫什么抗议 当你跪下的那一刻 航空公司是觉得 就不用理你们 当你下跪的那一刻 我觉得航空公司看到这一个画面 也是很暖心 因为你下跪了 就表示你低头了 你知道吗 真正的抗议是你站起来 去向航空公司发出抗议 发声呐喊 这才是抗议 你跪下去的时候 不论你是向航空公司下跪 还是在政府大楼面前 向一些官员下跪 你觉得那些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官员 会觉得同情你吗 不会 只有你像之前中国发生白子革命 大家是用行动 是站起来去维护权力 如果大家都跪着去 白子革命的话 你觉得上面会害怕吗 不会啊 大家都是站出来 而且喊出那种 在中国来说是非常敏感的话 像什么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因为只有你说出这么严厉的抗议的时候 上面的人才会感到害怕 而你选择下跪 有些人选择哭啊 在政府面前哭啊 为什么到最后像这些下跪的人 都反而没有得到解决呢 是因为你跪下去的那一刻 那些官员就觉得你不值得同情 也不care你知道吗 因为你都下跪了 你这表示表示你很无能啊 人家根本就看到这一个画面 我相信那些官员看到这个画面也觉得很暖心 他还担心哎你们来抗议 没想到你这么懦弱 你在这边跟我们说什么 这不是像商家低头 而是表达抗议 这是什么抗议啊 这是懦弱 抗议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侮辱抗议这两个字 还说什么 理解大家下跪的心情 起飞前突然无理由取消 是谁都无法接受 相信如果是我们遇到 也会无奈选择下跪 不好意思 不要代表我们 我们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不会下跪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